《生命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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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明这个主意 云和为主 怎么叫做主呢 混主的主 怎么主 单说这个主 你如果不明白的话 佛用一种比方 来做说明 所以对欧南说 欧南 本质留爱 二体 反而信不相生 这说明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清的 一个是浊的 比方说 谁是清的 清谁 清净的清谁 它本来就是清洁 本然 本来清净 洁净 本来就是如此 清清静静静的水 可是 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浊的 世间的尘土 灰沙 尘埃 土制 或者是烧成灰的 这个木灰 或者是沙土 这些东西 轮就是锐 这类东西 它一下 就是阻味的 不能清的 尘土是阻的 灰也是阻的 沙都是阻的 这个东西都是阻 为什么会阻啊 本质留爱 尘土灰沙 它的本质就是 自留停留在那里 阻碍着水的流通 它对于水是有阻碍 二体反而性不相随 二体 是这个水的体质 尘土灰沙的体质 它一向 本来 生来就是这个样子 它的性是不能相随了 顺就是顺 水不能顺灰沙尘土 灰沙尘土 也不能顺水 不能说 我碰到水了 我就变成干净的 或者是水碰到土了 我就变成主的 它们两种性质 都不一样 性不相顺 一个是酌性 灰沙尘土是酌性 而这个水是清净的性 它两种的性质不同 不能相顺 不能顺 彼此不能相顺 我来顺你 你来顺我不可能 因为这两种东西 它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两样东西 如果它分开 站在一边的话 就没有事 水还是清的 灰沙还是足的 可是现在如果有人呢 接下去经文说 由世间人 取比土城 头一进水 土是留爱 水王千间 荣貌固然 名字为酌 这说明这个足的原因 世间上如果有人呢 他的手很贱 就把那个尘土灰沙 抓了一把 放在这个浸水里面去 这么一来呀 土失去它原来 停留在那边 不动的情况 现在被这个水一份足 失去原来的 停留的情况 发生阻碍 发生阻碍情况 什么呢 是水呀 失去清洁 王就是失去 失掉他清洁的本能 变成浊水了 变成浊水 本来清洁的水 被这个灰沙一份 就变成浊水 那么由此啊 他的容貌固然 固然啊 就是浊足 他的水的容貌 就变成浊足了 那么由此啊 明子为主 那么清水 变成浊水 你浊无虫 一佛柔势 福德欧那说 你的五虫的足 身体 五硬五足 这个情况 拿这个比方来说明 就可以知道了 情况也是相同的 所以叫做一佛柔势 他这个比方啊 水的实性 比真柔自性 不动 真柔自性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他都是不变的 都是不变 不变就像水性的这个实性 实性不管你清的时候 他也是实的 浊的时候他也是实的 不会有所变化 啊 而这个尼沙 呃 尘土 那就比众生的烦恼 无名烦恼 这个无名烦恼 混合在这个足水里面 这个比方 要这样子分哈 实性 实气 那谁的实性 比真柔自性 不会变 足的水 他也不会变 轻的水 他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用实性 比如来藏妙 真柔性的这个自性 清净的是本能的自性 而这个水啊 水比如来藏 要这样分清楚哈 水 拿水来比如来藏 因为如来藏 它是生灭 与不生灭活活的 啊 生灭就是指那个灼 就是尘土 灰山 啊 不生灭是原来的 真柔自性的清净本性 是清水 啊 本来的清水啊 就是本来清净的藏性 啊 那用实性来比真柔自性 这样子啊 因为这个实性 不管你是 足的水 清的水 一样的 不会发生变化 实性不会变化 谁会变成足的 用灵沙 据合起来 谁会变成足的 就是如来藏 它是生灭 与不生灭活活 在其心论里面 讲得很清楚的 啊 就是如来藏 在种三分上 它是就像那个 竹水情况一样 啊 所以下面就教人 要怎么样子使他 把竹的去掉 恢复原来清净的水性 啊 在如来藏中 要把这个 啊 为竹的烦恼 啊 尼沙 把它去掉 然后才能恢复原来的清净 啊 下面就分辨这个五竹 啊 这个五竹的说法 跟普通一般说法不一样 啊 但这都是月他的根本说明的 我呢 你见虚空 辨识方见 空见不分 有空 无体 有见 无觉 相知望尘 是第一竹 名为杰竹 杰竹就是 身运 身运 啊 由身运 说这个杰竹 啊 先说这个第一竹 众生的杰竹 这个杰竹就是众生的身身 啊 因为有了这个身身 也就有了这个时间 身身是空间的 占了空间的一个方位 啊 比如我们这个身体 在空间 他占了空间的一个方位 啊 身体有多大 多高 啊 那么占了这个空间一个方位 那么有了空间 不定就有时间 结是时间 啊 有空间 不定有时间 有了这个空间的身体 同时就有时间的流转 时间 过去现在 未来 时间的流转 所以 这个第一 就是杰竹 杰竹 就是对身运讲 啊 在文字上 佛对欧南说 欧南 你用你现在的眼睛去看吧 你看 这个虚空是周边十方世界的 啊 你看这个世界上 所有地方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虚空的 因为 没有虚空 万物就不能建立啊 啊 虚空是周边的 无处不由的 有世界就有虚空 有虚空的地方就有世界 一向就是如此 啊 你现在看到这个虚空 周边于十方世界 啊 那么 你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知道 虚空的空 是色发 包含色发 地水火风四大大里面 你能见的 见的心理作用 能见的 见的心理作用 啊 见是见分 空是像分 啊 因为有见分 见像分 啊 实际上 见像爱分 本来是不可分的 都是从一身柔自信里显现出来的 啊 本来是空见不分 现在 你觉得 好像可以分 见是见 空是空 啊 因为 有空 这个空是没有实体的 空的妄法 它没有实体 所以有空 无体 有了虚空 在虚空中 你所见到的一切妄法 啊 那么好像 然然是有 可是这些法都是虚妄不实 啊 空没有实体 而空中所现的一切法 也没有实体 地水火风四大 没法 它自己都没有实体 只是众生妄法里面显现出了一种假象 有见 就无觉 已经有了见分了 只在分别 失掉本有的决心 本来自信 清静的那个 灵明妙性的决心啊 现在不见了 在我们凡情上 那个灵明妙性的决 我们体会不到 明白 这个道理吗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 自己本有的灵明妙性 啊 所以前面三决半经文里面 佛一再的对欧南说明 众生本有的自信 可是他一再没有办法接受 原因就是 现在在繁星上 他没有办法体会 啊 哎 刚才讲到 有空无体 有见无觉 相知望尘 是第一种名为杰竹 是说明 众生留了这个身体 占了有空间 那么同时就有时间 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成为这个杰竹的现象 啊 而实际上我们 真如自信里没有这些东西 本来是空间不分的 啊 可是有众生的望知 有了无名烦恼 就分得轻轻松松 有空 可是没有它的实体 空里面的地球火风 也是没有它的实体 而成为众生有个见分的见 能见的作用 这个见的心理作用啊 由这个见分的心理作用升起 向外持球 失去自己本有的决心 真正本有的决心 他已经没有办法体会到 所以前面三卷半经文说了那么多 我们才能够提悟到本有的自信 可见要提悟本有自信不是简单的 而众生因为有这个四大之声 跟人间的作用的心理 这样混合相知望成 相知这是交织 就是这个心理作用 跟这个身体上地球火风四大 这些身发 以心发交织起来 那么成为一个妄法 这个妄法成立了 发生这个 有这个身体的作用 所以前面经文说 一迷为心 决定祸为色胜之内 那么众生就执着这个四大之声 认为这是实在的我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众生第一重的 这个解读的情况 那么说这个话 用意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第一步啊 要从这个观察四大本空的道理下手 说到四大本空 有这一句话 宋朝的苏东波 他把这个玉带就留在 整江的金山寺 成为整江之宝 原因怎么来的呢 宋朝的苏东波 跟这个福音禅师 所谓方外交啊 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那么因此苏东波经常就 跑到金山寺去 跟这个福音禅师谈话 有一天 佛音禅师 他正在方丈里面 为那些学禅的人呢 考验他的功夫 这个时候苏东波突然就先跑来了 因为他太熟了 谁也管不了 直接就跑到方丈寺里面去 跑到方丈里面去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佛音禅师正在忙啊 那么里面也没有他做的地方了 当时佛音就称 苏东波称为内汉 内外的内 汉灵的汉 他说内汉你突然跑到了这个地方 没有你的做处 你来做什么 白发这样说 那么这个苏东波就说 没有做处没关系啊 我可以暂时借你老侯上的四大来做禅堂啊 这个话一说 老上马上就说 好 我有一句话问你 假如你不假使说能够搭得出来 我的四大就借你做 否则的话你腰间的玉带留在这里做正三字包 这个可以 这个问题可以 他答应了 答应了你赶快把这个腰间的玉带拿下来 否则你等会你没有搭出来 那你走了我不能抢用抢的了 我说好好没问题 骨子做官的这个腰间都有玉带啊 当时这个周东波就把玉带解下来 放在佛印产生的这个桌子上 你问吧 他说三三四大本空啊 无韵非由内汉从何处做啊 答不出来了 我四大本空啊 无韵非由啊 既然空的是大你在哪里做啊 他没有办法撕说 所有撕也撕不出来 只好把玉带留在山上 称为金三字包 这就是因为这个四大本空一句话 苏东波就得把玉带留在这个金三市 不晓得还在不在 不晓得还在不在 各位去大陆去找找看看还在不在 在景江的金三市 那是成为金三字包啊 有名的流玉带的故事 把玉带留在这个金三市 就是因为这个四大本空 那么说这个话 佛讲这个五周的第一重啊 这个四大就包含在空里面 不另外分别说 用意就是要你知道四大是空的 四大本来是空的 一般人都会说四大皆空 说是说啦 你空得下来吗 真正能空吗 一点都不空 而且执着的很严重 就是 别说是再严重的了 那么因此之孤啊 众生的四大的执着 非常非常严重 那么因此我们如果要求断我之 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就是要灌四大皆空 要灌四大空 知道五蕴非游 然后才能去正义 出世节恩的断烦烙了生死之法 假如你不知道四大是空 你纵然很会用功 可是被这个四大不空 偷住了 超不出去 生死不能了 就是念佛要往生西方 被这个四大偷住了 也就跑不掉 所以第一步 要学习灌四大皆空 这是结主 结印度化 时间长的叫做结波 结是简称 结波翻成中国话 就是十分 时间长的叫做结 啊 因为这个世间 啊 因为这个 他有成谈住坏空 啊 成二十小节 住 二十小节 坏 也二十小节 空 也是二十小节 那么四个二十小节 就是四个中节 成为一个大街 世间 山河大地 宇宙万游 就这样子轮转不息 沉住坏空 沉住坏空 轮转不息 根据居确论说 我们现在 是 住坏的第九小节 现在 住坏的第九个小节 第九个小节 它是一个小节 是一争一捡 现在是在 捡坏 往下捡 一百年捡一岁 一百年捡一岁 一直往下捡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人寿百岁往下捡 那么一百年捡一岁 到现在两千几百年 将近三千年 那就平均 就是七十岁 这不是说人的寿命 这样子平均 而是算时间 算街 算这个往下捡的街 已经捡到七十 再一直往下捡 捡到人寿十岁 一百年捡一岁这样捡 捡到人寿十岁 所以他再往上升 一百年 争一岁 这样一直往上升 争到八万四千岁 这个叫做一争 再往下捡捡到十岁 叫做一捡 一个小节 就是这样一争一捡 一捡 现在是第九小节的捡街 再往下捡 所以人心越来越严重的 这个不好 所以造成醉业的夜中 那么一直捡到人寿十岁 那个时候他往上升 那就是第十小节 将来弥勒佛成佛 就是在第十小节的 捡街捡到八万岁的时候 弥勒佛降生 龙华三会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应当要知道 这个时间的节从哪里来 因为众生的四大五蕴的执着 执着这个四大之身 那么因此啊 分别由万发 由万象 而不知道这些都是有坏面的 那么因此执着的缘故啊 时间 世界沉住坏空不停 万物伸出一面 轮转不息 人生 生劳病死 生劳病死 啊 这样子生了慢慢劳 劳了又病 最后死 死了又再生 就是这样子轮转不息 那么众生 融回生死 就这样子 一直无量 无量进来就这样过去 假如现在不修行 不断烦劳 将来继续流转 还是一样 还是这样继续下去 所以 你明白这个道理 要好好的观察四大街空 啊 那么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第一个节奏 就是对 身运讲的 对身运讲的 就是这个摄身啊 摄身呢 摄身的四大 就是地水火风 啊 那么由此形成这个街中 众山就是轮转不息 第二的建筑 就是对兽运讲的 摄身想行圣 啊 对着五种 刚好配合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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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地菩萨中的八地菩萨 叫做不动地菩萨 他功德任运增进 愿脑不再现行 他不为名利所动 也不被禁封所幼 只有大愿渡生 所以叫做不动地 五十八地菩萨 嗯 空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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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